大家好 我是美樂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在2024年 即今年 在2月初 加拿大一個姊妹叫Wing 她說她有聖靈充滿 有一天 她唱了20個鐘頭靈歌 是20個鐘 接著她就拍過她的手有金粉 然後就有金色的液體 還有有金粉 有粉的 她就告訴我 金粉事件我就聽過了 但是我沒有經歷過 然後她就說 她突然看到她怕髒 潔癖 她走去洗手 怎料洗完又出來 哇 翌日洗完澡 又出來 我就覺得很吸引 哇 金好玩的 好像麻辣那樣 智光出來 我都很想要 我又未試過有金粉 那我就跟主耶穌說 祈禱跟主耶穌說 主耶穌 我不是貪你的金 不過我真的很想試一下 有金粉是甚麼滋味 我又沒有 人家天天都有 直到現在去都還有 即是過幾月了 那我就跟神這樣祈禱 我都很想試一下有金粉 一定會好好玩 你給我試一下一次那麼多 然後祈禱的肚子 天天看著她的手 咦 沒有啊 人家阿Wing 應該是連腳板都有 我呢 手指都沒有 他整一下整一下 臉都有啊 那麼厲害 我就在那裡等 天天在那裡等 都沒有啊 我整一下整一下 過了兩三天就算了 我忘記了這件事了 怎料在二月中 我討告的時候 主耶穌突然間帶拖著我 去了一個地方 去了一個地方呢 就好像這裏那樣的 我不是看了這張圖片 我才去那個地方 是調轉 我是經歷了這個異象之後 我說不出 我不懂形容 我也都不知道那裡就是黃金街 所以我就沒有說到這個見證 直到我在網上呢 在YouTube無意中看到這條片呢 我就知道 是的 真的是這樣 原來那裡是黃金街 我就形容一下那裡 給大家聽 去到那裡的地方呢 周圍都是金色的 有深一點的金色 淺一點的金色 乾一點的金色 暗一點的金色 主耶穌一直拖著我 在那條街上走 我就覺得很奇妙啊 嘩 哪裏來的 嘩 為什麼有這麼多金色呢 嘩 地上又有金啊 嘩 天白板又怎樣 嘩 都是金的 我就覺得很奇妙啊 那些金是倒上去啊 油上去啊 還是包上去啊 原來呢 它本身就是金色 它真是用金的材料來造的 那個地方 就好像這個地方這樣 那一路走 主耶穌帶著我一路走的時候 我一路好像很神奇 哪裏來的啊 什麼地方來的啊 那些場 那些場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那感覺呢 那些場呢 那些場呢 不是好像我們這些 一部場那樣的厚度 它好像是地下和地深的厚度 那麼厚 那這個是其中一幅 另外就是這一幅 那我和主耶穌一路走的時候呢 一路走一路走 就是好像現在這樣的情景 這兩幅圖呢 是我經歷過這個意象之後呢 找到能夠找到最相近我見到的東西的 所以就找出來給大家看 我一路和主耶穌走的時候呢 我不覺得地下有些什麼 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我太忙了 他就看著 嘩 金的 嘩 這麼金的 嘩 好厲害啊 那接下來呢 但我就留意到 主耶穌穿着這件白色長袍 我們倆個每走一步呢 地下有一些金粉層陽氣 我看見的 很開心呀 真是有金粉呀 我就是要金粉呀 我說真的有金粉呀 興奮得不得了 那主耶穌看著我 便說 即是我的心有大香了 哈哈 這就是我去那裏的地方 我不知道那裏是天堂 因為這不是很典型的天堂 經常聽人家說去天堂 又見到寶座 又見到生命冊 上面寫著葉牧師 這是我的愛子 沒有那個景點 如果我去到那個景點 我就知道那裏是天堂 但這裏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麽地方 那在這個街的盡頭 我見到這裏就是好像一座城那樣 是離遠隱約見到 那個城漂亮得 這幅又是我能夠找到 最接近我倚仗裏面見到的東西 那些人的想像力真的很厲害 可能他都去過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用玉石做的 就是這幅都沒有那麽漂亮的了 我見到的就是好像背殼反映出來那種的銀底 珠光色 珠光色 有各種的顏色 但是很柔和的 淺藍粉藍是粉色底的 粉藍粉紫粉黃粉紅粉綠 而它是散發出來的那種顏色 不是說你用那種石去建那個地方 而是那個地方透射出來 而地上就好像有些水那樣 反映那些顏色出來 那我就覺得很漂亮很漂亮 這個地方我仍然是不知道 在這裏我去了黃金街碧玉城 直到我回去看啟事錄 我才知道我去了這個景點 主耶穌就帶了我去這個景點 那我就很感恩 我就一直很幸運去經歷一下金粉 大神就超出我們所想所求 是吧 超出我們所想所求 這個光輝跟耶穌寶座的光輝是很不同的 在一月頭 今年一月頭 就有個姊妹就告訴我 她就很傷心 因為她自己犯了罪 她很內疚 她也都很害怕神不原諒她 她很怕失去救恩 那我就慢著跟她說 我說不會的 你悔改迴轉 神一定會接納你 她沒有這個信心 神不會接納她 那我就跟她祈禱 在祈禱的時候 我就將她帶到耶穌面前 將她帶到耶穌面前 我見到耶穌坐在寶座 那次是我第一次見到耶穌的寶座 那我心就想 死了這個是一個審判的寶座 神不原諒她 我這樣想的時候 立刻聽到有一個聲音說 這個是審判的寶座 亦都是施恩的寶座 原來這個寶座 對我們來說 是審判 亦都是恩典的寶座 那我第一次知道這個真理 那是第一次見到主耶穌的寶座 在另外一次的寶座裏面 我見到耶穌的寶座 發出了很大的光輝 就不像剛才 她的聖誠 逼玉城見到的光輝 這個耶穌寶座的光輝 是很殘眼 雷射 放射出來的 有各種顏色 有齊 多過彩虹那種七種顏色 我不懂得形容 那這個圖片 亦都是我能夠找到最相近的 但是都不一樣 比這個厲害很多 幸好我來遠看 近一點看就沒有了 那在這個寶座面前 天上地下地底下 所有權兵在我們的神手裏面 它全知全能存在 沒有任何活物可以在神面前 跟祂強嘴 沒有任何活物 夠膽在寶座面前的耶穌說 你行的不公義 我受的不公平 沒有人可以這樣說 在神面前我見到的是 完全是敬畏 個個都腳軟 我都很害怕 我這麼骯髒 都應該要害怕 但是 這個神 所有天上地下 地底下 停兵在祂身上 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神要回來的時候 如果我們還不悔改 我們仍然偏向紀錄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去到審判的寶座呢 現在有個詩恩的寶座的時候 是可以尋找詩恩的寶座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去 趁耶穌還好聲好氣的時候 我們去尋找祂 不斷的經歷 讓我感受到這個神 是真實的 Super real 很真實的 審判的寶座 不和耶穌這個寶座 審判的寶座 是白色大寶座 我小時候已經去過很多次了 當時我也不知道 那個是誰 後來信了耶穌 看聖經才知道 我看到的 我感受到的耶穌 和聖經說的是一樣 是真實的 沒有違反的 聖經是可信的 耶穌是真的 我今天想和大家說 好多謝神 是這樣帶領我們 他常常是我們想 我們去尋求的 是他的詩恩的寶座 不是審判的寶座 我們來看更多的 結束 好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